来到天津才知道 制作成今年为什么会那么火 绝对不仅仅是跳水大爷 还能带姨那么简单 天津第一站自然是打开今年爆火的网红美发店 本以为大雪天 小巷里的店面并不起眼 但没想到鱼记门 我们就被惊到了满满一屋人 踮过脚的地方都没有 根本就拍不上队 来之前我一直不太理解 这发型好像看着也没多时尚 直到我看到了她的蜕面 一开始她不让我拍她 我以为是她不好意思面对镜头 直到猪姐给她捣吃一番后 她便开始对着镜头臭美了起来 打扮得这么好看 本以为是参加什么高端闺蜜局 没想到阿姨说 只是为了回家打麻将 生活就是要这样 看到阿姨自信美丽的样子 我们瞬间明白了 天津大姨为什么喜欢盘头 猪姐说 那我们年轻人的精气神 自然不能落下 索性我也搞了一头盘发 你们觉得我这发型怎么样 来到网友们口中的 8A级景区狮子林桥的时候 漫天的大雪 差点把我们冻死 但转头一看 姐姐们已经在换衣服了 没等围观者们反应过来 他们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 真的不怕冷吗 比跳水更有意思的 是天津大姨的想法 全是梗 还碰到了在网络上爆火的 跳水爱好者梅子 吃海喝好像 你人嘛就是母亲喝嘛 你到这都味儿搞的 而相声管理 真正说相声的小哥哥 上一秒还在灵魂出鞘 下一秒拿起快板 一秒入戏 我们姐妹俩也学了一下 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呀 闹户的相声管理 大雪让天津变得更加热乎了起来 不管是天津人 还是来天津的人 他们给我们的感觉 都是乐观 通透与豁达 拉车小哥来到天津二十年 晚风中他一边拉着车 一边激动地跟我介绍 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讲的动情处 还是一窍窍窍告诉我 这个地方什么角度看最美 还热心地帮我拍了几张照片 天津人骨子里的狗状 特别稀疏 两个人见面又卡起来了 他们说 抓牛角尖 不咨询烦恼 连天津的交通规则 都要为他们多加一条 开车 得了 你觉得2023最火的城市是哪里 评论区告诉我们 有点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